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我们又是在第一时间 拿到了诺基亚9 PureView 这个单词不太好念 大家跟我念 PureView 注意这个view的发音 很多北方同学会发生view 这款手机终于让我们拿到了 它的一个最大的卖点 我相信只要我将机身撞过来 所有人就知道了 它是一个 后置的五摄镜头 而且它除了五枚镜头 还有两枚障眼法 让你看起来好像是七枚这样一个感觉 其中左边这枚是一枚LED闪光灯 右边那枚是一个激光辅助对焦 关于摄像头 我们先卖个关子之后再说 我先把其他的部分给大家介绍了 这款手机的屏幕 搭载了一个6英寸的OLED屏 它的分辨率是2880x1440 也就是18比9的一个屏幕 大家看这款手机 现在也支持双击点的屏幕 我们把屏幕给它滑上去 现在我拿到这个版本 已经搭载了Android Pi 也就是最新的安卓系统 HMD领导下的诺基亚 一直跟谷歌的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每次基本都能看到 诺基亚基本现在的机型 这些智能手机都是第一批 就能够升级到谷歌最新的 原生的系统的 所以说他们有一个说法 就是Pixel是亲儿子 HMD是干儿子 这款手机是6英寸的屏幕 电池是3320毫米时 它的重量控制在了172克 我们在前两天 做小米9评测的时候就提到过 现在的智能手机都太沉了 当然170几克 这个重量对于单手握车来说 还是相当友好的 我们看看这款手机 还有哪些配置 这款手机也同时搭载了 最近的非常流行的屏下指纹 放在这儿 在这儿是吧 它有用力按压 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跟大家说 每次你按压成功的时候 诺基亚这款手机会传来一个振动 这个振动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苹果一样的 Taptic Engine它的那个振动 但是振动的感觉非常的好 很轻很脆 绝对不是那种普通的振动马达 能够传递出来的 现在我没有拿到官方的准确的资料 我想可能采用了一个更高级的马达吧 至于这个手机采用的第几代指纹 诺基亚没有告诉我 我们来测试一下 一二三 走你 哦 这个振动手感非常的好 应该是我近期用过的 那魅族肯定是Taptic Engine 它很好用 这个我觉得是仅次于魅族的一个振动水平 如果这款手机 未来在国内上市 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测试一下 不过那个指纹平时它在哪出现 出力器上呢 这款手机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45处理器 那可能有些都会说 这款手机 这个845都已经19年了 还上845 有这个说法可以理解 但是考虑到这款手机 它的立项时间非常的早 可以这么说 它立项那会儿855还不知道在哪呢 好了好了好了 我知道 大家现在特别关注这款手机一个最核心的点 就是它的后置五镜头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五镜头 很多人都关心这五镜头到底是干嘛的 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数一数 首先它是分这样几个 这个12345对吧 中间这枚是一枚彩色镜头 下面这枚也是一枚彩色镜头 但是大家注意这枚辅助镜头 并不是长脚的辅助镜头 而是一个辅助色彩的镜头 然后这三枚是黑白镜头 而且大家看这三枚黑白镜头 实现的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这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数学知识 大家注意听 稍有不慎可能就跟不上科了 这枚三枚镜头 因为是采用一个等边三角形 而中间这枚镜头又正好是在三角形的 中心和重心上 对不对 三角形它这个中心和重心成合 这我没记错吧 因此它距离就相等 所以说在提供这个合成算法的时候 就能够提供到更加精准 这五枚镜头采用的都是同一个传感器 是IMX386 这个传感器其实本身并不是现在我们能想到的 比如说特别火爆的 对吧 什么IMX363 IMX600 包括现在的这个4800像素 那个IMX586 它的一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 优势就在于体积小 模组小 我们看到这款手机 尽管它后置了五枚镜头 加上一个激光对焦 加上了一个LED的闪光灯 但是整个手机没有一个镜头是突出的 我刚才还问呢 说这个镜头是不是直接放在了这个手机后盖的玻璃背板下边呢 你摸上去完全是平的 就跟一个飞机场一样那么平 这五枚摄像头呢 它不能够拍摄广角或者说长焦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就是 我每次打开这个拍照软件的时候 五枚摄像头同时开启 同时开启的一大优势就是 它五枚摄像头同时出去对焦 我们知道双头对焦非常快 那这次是五个镜头同时出去对焦 我给大家找一个对焦的设备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大家看 我现在给这个随便给个手机拍张照 这个过程 唯一五镜头需要一些合成的时间 这个合成时间还不是非常的短 大概可能需要八九秒时间吧 大家看这是我刚才出去拍的一张照片 背景是傍晚已经黑了对吧 天已经比较黑了 前景是 大家看这是探照灯式的灯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路灯 这个路灯的高光被压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四个灯我好像没有见过 比这个高光压的更好的手机拍照的效果了 根据诺西亚官方给我们的信息 这款手机是五枚镜头同时工作 五枚镜头每枚镜头都是1200万像素的 但同时也输出的是一张1200万像素的样张 并不是输出一张6000万像素的样张 然后通过算法合成 实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动态范围 我们再给大家看几张样张 也是很高的 这张是我刚才拍的手机的手电筒 因为我拿到这款机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天都快黑了 因此没有办法找像这种日常光照那种大光比的环境 我就给大家找了一些室内这种有强光出现的拍照场景 这个灯带这个位置本身是一个明显过曝的情况 但是经过五张样张的合成 这个效果大家能看见吗 再来看一下这个场景 同样也是房顶上方这个灯带 大家看不光有细节 包括这个墙上的纹理 这个线条都已经突出开来了 这张右上角的直射灯 把这个叶子照的都已经过曝的非常明显了 但是我们看通过诺基亚9多张合成之后 把这高光压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什么 就是这一次因为它有五个镜头 所以说获取的信息就是普通手机的5倍 诺基亚加入了一个什么 比如我刚才随路边拍了一辆小牛电动车 它加入了这三种不同的模式 这种模式其实大家都比较见的比较多了 这种模式就是先拍照后对焦 比如说我们可以拍照它的虚化的程度 然后比如我选在这里 这个位置对焦了 比如我选择车灯 车灯位置对焦了 这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这个位置有一个叫什么 叫做滑动变焦 大家看 它生成了一个小视频 这个小视频我怎么描述呢 我觉得这个有专业人士 他们可能会描述的比较明白一些 我自己不太会不太知道这个叫什么 就明明它是一个平面信息 但是处理成了既有抠图 同时又有后边景深的变化 从而实现出一种像动态的 动态的这样一种照片 而且大家看一个摩托 包括它的把手 它的这个后视镜 抠图的算法还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生成的叫你真相片 这种特效呢 我没啥理解 是不是这个选的照片不对 我换一张照片选择 我拍一个椅子就好了 然后呢 它依然需要进行算法的合成 然后我们看现在后边都已经是过报的 一会儿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当当当当 看后边不仅不过报 而且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个是这边门上的这个反射的光线 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试试滑动变焦 大家看到了吗 把这个椅子给抠出来了 然后好像椅子 椅子向前背景向后 我们看看这次的这个 你真相片能不能出现什么效果 还是看不懂 什么是你真相片啊 搞不懂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诺基亚9 这款手机的一个简单的上手 其实这款手机 我拿到手的时候 还是一个工程机 但是我们看到 它的相机调节的算法 已经调节的相当成熟了 那我现在觉得呢 这款手机可能在色彩上 可以再提升的厌力一些 现在感觉色彩保护度还比较低 对吧 可能是这个诺基亚 一些理工男 他们不喜欢那么艳丽的色彩 但是我喜欢 总的来说 这款手机 还是让我非常非常兴奋的一款手机 因为真的 可能在我们那个年代 对诺基亚 真的是有一种别样的情怀 因此在这两年 你看着诺基亚 以自己的步伐 一点点成长 一点一点 你说反击也好 一点一点 重新走上正轨也好 这内心的喜悦 所以是超过这个首先一个机器 它本身的一个喜悦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这款手机的一个快速的上手 我现在还是很激动的 关于这款手机 更多更详细的视频内容 我已经管 诺基亚要了借了这个评测机 我们会在后续给大家带来更丰富的报道 我是朱文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